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被拍到两人同框 随即登上热搜 但对此双方都没有任何的回应 甚至连辟谣都没有 正常来说 艺人弱势面对恋情造谣基本上都会进行否认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都在证明两位的恋情瓜属实 近日 综艺节目《做家务的男人》播出最新一期 在节目中包括艺人嘉宾在内讨论起 总被女朋友问你爱不爱我 该如何回答 黄瑾瑜很快就回答称 我可能也天天问她 每天追着问 会让两个人更开心 李斯丹尼见状 但直言问黄瑾瑜 会这样问你的女朋友吗 黄瑾瑜毫不犹豫地回答 会 其他几位嘉宾目瞪口呆 随即引发网友热议 不少网友表示 黄瑾瑜这是在节目现场公然示爱吗 而后这条视频被知名狗仔张小涵转发并称要素太多 他俩恋爱这么甜啊 还正告粉丝 嘴巴别太硬 给自己留台阶 省得哪天官宣了 没台阶下太难看 还回复网友关于实锤问题 表示 之前拍到人家辟谣了吗 似乎更加坐实了迪丽热巴和黄瑾瑜的恋情 而在7月18号就网友扒出 迪丽热巴和黄瑾瑜的约会 称黄瑾瑜在杭州录节目 迪丽热巴临时改航班 飞到杭州 南方在6号录综艺 直到9号两位才有新行程 所以大概率在杭州完了三天 在7月10号 迪丽热巴更新微博 发布了一条九宫格照片 从图中看 确实是在杭州游玩的 下面的粉丝也表示 让迪丽热巴玩得很开心 可见粉丝是知道的 网友还爆料 有几个路人在杭州某酒店偶遇了迪丽热巴 还称当时女方和一个高个子男生在一起 但被粉丝骂到山博 另外还透露新剧《安乐传》男主演禁剧 但作为女主的迪丽热巴却在上海迟迟不进组 是因为黄瑾瑜临时飞到上海 被指示相聚约会 黄瑾瑜和迪丽热巴两家粉丝的关系 可以说是非常僵硬 两位之前有过合作 因为发位问题 双方粉丝撕得非常厉害 后面又爆出两位的恋情瓜 粉丝纷纷要求自家艺人工作室出面辟谣 但工作室却不闻不问 这也让不少网友纷纷肯定了 两位真的有恋情 粉丝这才极力撇清与对方的关系 艺人若是谈恋爱 想要拔出来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像迪丽热巴和黄瑾瑜都是当后明星 尤其是女方更是顶流小花 一举一动都被人所关注 形成之类的更不用说粉丝也是很清楚 所以若是有什么异常 粉丝应该会是最先感受到的 两位虽说没有承认 可众多路人网友都默认了这段恋情 这次被扒出约会细节 种种巧合已然说明了问题 另外黄瑾瑜在节目中对于恋爱的细节 描述得非常清楚 感觉就像正在发生的一样 其他艺人嘉宾的表情也像是吃到大瓜一样 平时没有多少话的黄瑾瑜 在这个问题上却滔滔不绝 网友生疑也是能理解的 事实上作与演员艺人谈恋爱也没有什么 因为不是偶像艺人 更何况黄瑾瑜和迪丽热巴 目前这个年纪也应该谈恋爱了 连日来迪丽热巴和黄瑾瑜的恋情绯闻 传得沸沸扬扬 但双方均未正是回应 所以走向也是更加扑朔迷离 近日又有网友发现 黄瑾瑜今年6月4日在个人社交平台 发的比微图影子中的首 疑似是迪丽热巴的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6月3日还是迪丽热巴的生日 而且这张图还放在了黄瑾瑜的 官方生日海报中 显然很有特殊的意义 有网友通过和热巴以往的 比微首饰 和这个图片中的影子比微 首饰进行了对比 发现调整透明度和图片重合 这算是给两人的恋情传闻 增加了一些佐料 事情起源于12月21日 有网友拍到黄瑾瑜的保姆车 出现在你是我的荣耀剧组 一次探班迪丽热巴 被移恋情曝光 爆料的网友还晒出了证据 称黄瑾瑜在福州拍戏时 这辆保姆车就停在他住的酒店门口 这辆车的车牌号和出现在 你是我的荣耀剧组 那辆车也是一样的 尽管当事人没有回应 但迪丽热巴粉丝很快就进行辟谣 说这车是热巴新系 你是我的荣耀剧组的车 一直就是这辆 还表示除了工作人员 没有别人探班 否认了恋情 也否认了黄瑾瑜探班迪丽热巴 不过事情很快就有反转 有网友爆料称 这辆被热巴粉丝断定为 你是我的荣耀剧组的车 居然还曾在 王牌部队剧组出现过 而王牌部队刚好也是 黄瑾瑜前不久在拍的新剧 网友扒出这辆保姆车 停在酒店门口的图 从路透图的大门 灯等细节判断出 停放的地点就是 王牌部队的剧组所在酒店 这岂不是说 热巴乘坐剧组的车 前来探班黄瑾瑜了 接着网友找到了之前 黄瑾瑜上节目的片段 黄瑾瑜提到和热巴拍戏期间 黄瑾瑜妈妈来给他做饭 热巴还吃了黄瑾瑜妈妈包的包子 刚好热巴在拍戏期间 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发了蜡笔小心吃包子的图 配文说吃包子也不错 在网友看来 这根本就是已经见了家长的节奏 另外热巴在社交平台上 还发了一次蜡笔小心图 跟黄瑾瑜走路姿势一样的蜡笔小心 所以在网友看来 蜡笔小心的图和黄瑾瑜之间的意义 非同一般呢 还有网络爆料称 两人三月份的时候 一起去了密室逃脱 因为不少偶像 他房事故中 都存在密室逃脱这个重要场合 所以网友们也格外敏感 不过热巴粉丝很快也澄清 所谓的密室逃脱 其实发生在去年三月份 是剧组多名演员和工作人员 一起去团建 其实两人在合作电视剧 幸福出手可及时 就已经传出绯闻了 有媒体拍到黄瑾瑜收工后 上了迪丽热巴的房车 两人在里面待了很久 之后迪丽热巴还跟着黄瑾瑜 回到南方公寓过夜 诸多小细节也被扒出 比方说拍摄时 花絮中迪丽热巴和黄瑾瑜超甜的视频 两人共用一个保镖 被爆出拥有同款情侣项链 同款手机壳等 当然最值得玩味的 还是双方当事人的态度 以往对于热巴的恋情 传闻公司都是火速声明进行辟谣 这次却实施微讲回应 尤其是同时期还传出了 蒋乃亮金城的绯闻 金城可是第二次立即否认 还直接发律师函警告爆料者 对比之下 热巴黄瑾瑜的态度 就有点暧昧不明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